决赛惨败 母亲去世 这样的打击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致命的 贝斯独自一人回到肯塔基州的家里 弱大的房子只剩他自己 茶几上的贝斯还有母亲走之前留下的唇印 家里的电话响起来有点出乎意料 打来电话的是哈里 是五年前贝斯第一次参加比赛打败的人 哈里听说贝斯输了 特意打电话来安慰几句 接着他说 自己接下来的一个月都会留在这里 如果贝斯愿意的话 他可以给贝斯做指导老师 虽然贝斯奇异更强 但如果要跟苏联人对抗 贝斯就需要帮助 他说完贝斯直接邀请他 现在就过来可以住自己家里 没过多久 哈里就风尘仆仆地赶来了 抱着一大箱的书 他一本本递给贝斯 还真是一副老师的样子 只可惜他带来的这些书 贝斯基本都看过了 他们闲聊了几句 贝斯去厨房张罗了一些食物 他们又对着棋盘研究起来 哈里跟五年前相比变化很大 尤其是牙齿 比之前顺眼了很多 哈里走了之后 贝斯把所有的书都码好 母亲去世了 但生活还要继续 象棋也要接着下 这一段时间 哈里每天都过来 指导和切磋 这天 哈里在贝斯家的厕所 看到了那一瓶绿色的药 表情凝重 若有所思 从这段时间的表现中 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 他喜欢贝斯 当然贝斯也看得出来 晚上 两人在院子里下棋 哈里说他过几天就要从酒店搬出去 搬到新租的公寓 贝斯想了想说 如果你愿意 可以搬过来跟我住 哈里正住了 不由自主地上前稳住贝斯 下一个镜头 两人已经双双 躺在床上了 贝斯点了支烟 拿本书看了起来 哈里便失去地走了 他们同居的日子 过得还算和谐 晚上一起洗碗 哈里情不自禁地开始表白 他一直在等贝斯回来 做的这些改变也是为了他 贝斯很不自然地打断了这段谈话 他不想继续聊下去了 没过多久 哈里就打包好了自己的行李 打算搬走了 他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再交给贝斯的了 能陪伴他这段时间足够了 贝斯让他意识到 自己根本没有那么爱象棋 或许应该回归正常的生活 好好找一份工作 走之前 他拿出那瓶药 告诉贝斯 小心 言外之意 不要变成疯子 又过一年 贝斯来到俄亥俄州 参加全国锦标赛 在这里他又遇到了老熟人本尼 虽然曾经输给过他 但现在本尼已经完全不是贝斯的对手了 他们在学校相见 友好的打了个招呼 聊了几句 顺便吐槽一下主办方 两个人都一路过关斩将 第二天 就是他们的决赛 晚上贝斯被吵得睡不着 下楼打算买杯咖啡的时候 又遇到了本尼 他们聊了几句关于比赛的事情 贝斯正准备走的时候 本尼邀请他下几盘快棋 贝斯本来没有什么心情 但本尼盛情难却 于是他坐下来 快棋 跟贝斯之前的玩法可不一样 他们还压了赌注 五块钱一盘 游戏开始 双方都不留意分思考时间 你来我往风卷残云 第一把 贝斯输了 本尼挑衅的问了他一句 再来吗 于是接着 第二把第三把 周围的人都过来围观 贝斯一局都没有赢 这天晚上可能是他这辈子 输棋最多的一天了 第二天他调整好心情 迎来跟本尼的决赛 跟昨晚的形势完全不同 几乎没什么悬念 贝斯拿下全美冠军 晚上两个人一起喝酒 本尼问他有没有想好 要怎么对付博尔哥夫 可是贝斯甚至都不知道 全美冠军会收到邀请 去莫斯科参赛 他喝了一杯又一杯 酒量惊人 本尼劝他少喝点 他说你是全美最厉害的棋手 只有你有希望打败苏联人 他还提出 让贝斯去纽约 他可以当他的教练 让他能做好准备 打败博尔哥夫 因为他可不像哈利那样 是个半调子 贝斯还是很害怕 在墨西哥城的惨败给他造成极强的影响 本尼留下了自己的号码 说如果贝斯愿意的话 明天下午 他们就出发